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当时的事故中的受害者 这个时候他刀出了一个手机在这里接打电话 而且横传马路没有看路况 这个时候有一辆三轮车发生了碰撞 你看人手机都被甩在地上 通过这个慢放放大镜头 我们看到一个身材高挑一着时髦的年轻女子 从这里经过了马路 而我们即将驶来的这台三轮车 你看我们注意看到 这个三轮车驾驶员的视线一直往左边 我们偏着全部停留在的这名女子